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今天的阅读人讲重点 我们今天有一些好书要与你交流分享 也欢迎你为今天那种按赞 给阅读人肯定 也给你自己一个鼓励 那我们今天有哪些好书呢 我们紧接着话不多说 就来为大家介绍咯 好我们今天阅读人讲重点 有以下六本好书 好这六本书呢分别是开一家会赚钱的餐饮店 第二本是垫垫脚变年轻 然后第三本是如果上帝有玩 听Tinder 好这是一个交友软体 然后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想读哪一本 然后第四本是街角的药庄龙头 这龙头到底是谁呢 我们之前介绍过许多不同产业的故事 今天要介绍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好那第五本呢 掌心里的京都 为什么京都在掌心当中 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本小说 可是一本回家的小说 我们一起来阅读 然后第六本是游戏设计的艺术 所以如何设计一个好游戏 如何让人能够在这当中 意犹未尽 在今天都将为你来分享 所以一到六 你喜欢阅读哪一本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也欢迎你可以透过文字 与我们互动回馈 然后当然我也很乐意在下面 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好这是在今天为大家即将介绍的 六本好书 为今天内容按赞 也为你自己按一个赞吧 好那请接着我们要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第一本书 好在问第一本书之前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请问呢 你觉得如何开店才能够赚钱 想问大家是 你觉得要如何开一家能够赚钱的店呢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分享你的观点 我认为开一家能够赚钱的店 第一个就是他一定要有人来嘛 没有人就没办法赚钱 然后同时呢东西内容物也要还不错 就进而别人愿意来你的店 消费或购买你们家的产品 所以要有人要好东西 然后同时呢 要方便抵达 因为如果要来到你的店 他第二次很难来 或者久久才来一次 那你可能也没办法坐很久 所以简单来说就我的观点 第一个要有人流 第二个产品要好 第三个方便取得 所以有的人因为他可能 他的店在比较荒郊野里 所以必须要取得过程 需要花比较多力气 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情 开网路商店 透过网路店商让你不需要来到的店 一样可以买到这些美味的产品 所以这是在今天待会要跟大家讨论的第一本说 关于开店 好那这本书是什么呢 我们紧接着来带大家一起来阅读 好这本书书名叫做开一间会赚钱的餐饮店 好这本书的作者是林仁义先生 林仁义老师 他过去呢 担任过像胡须章啊 好乐迪啊 摩斯汉堡啊 然后以及包括复兴空厨等 这些大型厂牌 无论从经理协理 副总经理到董事等等 甚至还蛮有名的 包括几分甜面包等等 好所以他自己在 整个餐饮产业有非常厉害的背景和经验 而他自己呢 在这本书里面将为大家介绍 如何用科学化的方法 来经营管理一家能够赚钱的店 我试着先帮大家整理了 以下九点 是提升业绩的九个方法 第一个呢 要点一叫做业绩等于来客数和客订单 就人来的多 也同时他们带货买的多 那你业绩就会提升 然后第二个 生意不想 不要生意变差 就想降价打折或买一送一 就很多 人想说我用降价打折来吸客 其实这个 就要想思考是 那我该如何运用这样的打折 来赚取更多后面的连结 而不是只为打折而打折 然后第三个 采取手势 其实生意不会变好 不要吃吃的等 需要是勇猛的进攻 去进行宣传 才能够真的有好生意的机会 然后第四点 要一直思考如何增加来客数 所有的那个店家会透过 Lite 或等等一些新的软体工具 作为通知客户的方法 然后当然有的是 不是让客人来到我的磁体店 到网络店也是一种办法 然后要点五呢 现在外送和外卖 是店家的延伸和扩张 好在书中有一个段落 谈到是冠状疫情的影响 整个冠状疫情 其实会对整个 无论是人流通路 物流金流 心理压力层面 各个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性 可是如何突破这个现况或困境呢 好那简单来说 就叫做外送 好外送已经不是趋势 而是现在进行室了 是一个所有的商家 一定要去正视的一个主要的点 而如果你自己本身 没有自己的外送人员 那么就其实可能要搭配的是 无论现在比较知名的两家 一个Uber 一个富胖达 进而作为评估 然后也同时在这过程当中 作为空间上的变革和调整 不一定要在 那个人流最多的店 一样可以经营网络的外送形式 所以这是外送 然后第六点呢 争取非用餐时段的来客数 所以想想如果在非用餐时刻 如果不是那个什么 午餐和晚餐 那还有哪些餐我可以做呢 能不能做点下午茶 能不能做点早餐 能不能带点宵夜 让我的空间可以再次轮转运用 像我认识我们家附近有一些早餐店 他是上午以前都是早餐店 可是到下午就开始有一些人重新整理之后 他到傍晚开始准备卖宵夜 所以一个空间不让他只是浪费在早上 用完就结束 而是延伸到宵夜一样可以产生收益来源 好那第七点呢 要想的是如何提升客单价 如何让客人买你的电消费 不是只买那一次 而是能够增加他多买一点 然后要点八 检视你的招牌商品 以及你的价格定位等等 然后当然也要思考的是 如何正确的外带商品 因为一个好的外带商品 将能够使整个商店业绩提升10%以上 所以这是关于餐营业的开店方程式 所以对你而言 你觉得开店如何才能够赚钱呢 好那我分享书中有一个段落讲的是 那书店 那个不是书店 是开店的九个宗告 第一个宗告叫做餐饮业其实不是暴利 很多人以为开餐饮那个毛利很高 没有餐饮的毛利率是很低 而且还有很多那个库存 或者那个食品烂掉 这些都是要作为待上计算的 然后宗告二合伙生意问题很多 所以要谨慎合伙伴 如果可以 你资金足够 甚至不一定要合伙 宗告三 餐饮加盟 要小心各种条约上的陷阱 宗告四 不要一开始就花大钱在装潢和设备上面 宗告五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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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走的是实体门市的店面 地点非常重要 宗告六 不要一开始就低价促销 因为一旦做了 你就回不来了 宗告七 不要为了提高效率 牺牲美味和特色 宗告八 提前考量 淡季还有旺季 然后宗告九 没有永远的好日子 所以就像现在疫情影响 很多产业都必须要思索 如何应用线上创造新的机会 创造营收的稳定和运营 好 所以这是与大家分享的第一本 开一家会赚钱的餐饮店 所以对你而言 你觉得该如何开店赚钱呢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 也可以跟其他同学 一起互动学习 好 那紧接我们要讨论第二本书 好 那讨论第二本书之前呢 要先问你 请问变年轻有方法吗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区 写下你认为 变年轻的技术 还有方法 有哪些技巧 能够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年轻呢 越来越一样呢 越来越一样呢 好 那变年轻可能有没有想说 我从睡眠去调整 像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就可能真的睡得还蛮饱的 或者是 我透过饮食来调整 或者我透过阅读 调整我的气质 因为有越多人比较年轻 思想上比较活泼 或者有人想说 我透过友情来调整 变年轻有各种方法 而你自己会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变年轻呢 好 那我们紧接下介绍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要变年轻的方式 很不一样 他变年轻的方法叫做垫脚尖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本书的介绍 他说垫垫脚就能够变年轻 而这本书要提供你 从改善驼背 骨盆前寝 脊椎侧望等知识不良问题 还要教你如何正确使用身体的关节 解决长期的疼痛 然后还有改善知识预防受伤 提升运动表现 然后也减少老后行动不便 需要看护等问题和风险 然后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你 五个知识的秘密 包括从侧面知识来决定你的外表 预备知识来学习良好姿态 然后甚至提醒你 如果只是抬头挺胸 并不是能够改善知识 要学会垫脚尖 让身体记住良好知识的样貌 然后同时第五个挑对鞋子 也能够改善你的知识 然后我分享一下 他书中其实他有很多图片 来为你介绍关于 变知识的一些做法 好像这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他提到坐姿的困难之度 因为很容易人们做一做 就做成像这个样子 就变成弯腰驼背 尤其现在因为都在家里 看电视坐沙发 坐沙发最容易变成这种样貌 然后可是最好的坐姿呢 其实是重心全部是垂直的 垂直落到地板 可是书中有提到说 其实要到完全垂直 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一般人认为良好姿势 是一条线 可是又一条线连贯下来 对很多人员其实不容易 真的能够达成 所以其实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重心 重心对就能够取得最佳的平衡 重心对就能够取得最佳平衡点 好那分享书中两招能够让你 开始调整你的身体的 好一种叫做 我翻一下 好简单来说 就直接是深蹲之后 抬起腿直接垫脚尖 深蹲之后 抬起腿直接垫脚尖 这是不会对小腿造成负担的 垫脚尖站立方式 所以有一个带动的力量 让你直接带伞 然后当你从抬起腿垫脚尖之后 再次蹲下 然后再次垫脚尖 然后再踏 轻轻的放下你的脚跟回复 然后紧接再一次垫脚尖 然后垫着脚尖采取低姿势 慢慢的抬起你的身体 然后进而回归到垫脚尖站姿势 再回到轻轻放下脚跟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重复重复 再循环再循环 这是一个初阶版本的垫脚尖方法 那我们有进阶版本的 我看到一个进阶版本的 进阶版本就是原地往上跳 然后跳的时候是用垫脚尖的方式 朝正上方跳起来 朝正上方跳起来 好所以这是一个 透过垫脚尖来使你变连切的方法 好那作者是一个奥运强化教练 他专门训练奥运选手的 用三秒钟来告别你身体 可能有一些肩颈疼痛脱背 让你立刻变年轻 作者是范田杰老师 他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同时他本身也是很专门的 逐步训练的训练专家 好他目前指导超过三万人 关于知识步行跑步的方法 同时也是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强化教练 好那这本书由奥运的教练来告诉你 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年轻的技术 如何让自己站得好 做得好 很重要 垫垫脚 垫脚尖 这次与大家分享的是 垫垫脚变年轻的好书 好那紧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了 好介绍下一本书的时候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玩过交友软体呢 好因为这本书呢 在谈的就是一本诗集 可是谈的是如果上帝也有玩交友软体 他会如何玩交友软体呢 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进到一些 以前是用文字的方式交朋友 会进到聊天室 然后一到聊天室 我以前忘记那是什么语言的 因为太久 十几二十年前没有碰 就会取一个匿名 然后在里面去随便跟别人陌生人 聊各种天马行空的事情 然后发现男生很难有人会跟你主动敲 所以我以前还曾经做过实验 把自己的名字改得很女性化 然后变成很有趣的是 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就很多人主动敲你 问你安安大大等等的 然后还会开始慢慢 可能就搭讪到比较多细节 所以这是以前我们那年代会玩的是 交友软体方法 而现在的年轻人玩交友软体 好像多数的交友软体都需要点费用 才能够真的交到朋友 然后可能是左滑右滑 喜欢不喜欢 然后进而 我记得好像有的是还要送礼物等等的 对现在的交友软体好像变得不一样 好那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它是一个诗集 好来看一下这本诗集 它怎么样介绍 它说左滑dislike 右滑like 好上滑superlike 上帝叫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连续做什么呢 连续 因为连续两个人 他都想送上天堂 为什么他想送他上天堂呢 好待会要念这一段诗集 好所以以上是交友软体 听得的基本规则 就算你没玩过也没关系 毕竟连上帝都是第一次玩 但这一本不是一本 交友软体的使用手册 也不是什么忧郁症患者的用药指南 当有一天所有交友软体APP都过时 大多数的精神科用药都更上一层楼 那这本诗集还会留下来 引人深思 好那我待会来分享几段 我觉得里面蛮有意思的诗集 因为它是一本诗集 所以我待会要直接给大家看画面 给大家看画面 好我们一起来看诗集 好我先来念这一篇 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日子 他说能够写诗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你特别好 你重现了昨日 一个饶舌歌手的末日 蕴角全部走掉 吐丝掉到地上 你才想起来忘记吐奶油 现在你可以为命运作主 击败他 能够写诗的日子 女朋友第九次离开你 你祈祷会有第十次 一个好日子 我觉得他的诗都很有意思 就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意涵 像这个我自己推论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解读诗的方式不一样 他说能够写诗的日子 女朋友后来第一次 第九次离开你了 可能你祈祷会有第十次 一个好日子 表示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他可能 这个女朋友对他的压力有点大 好那简单分享在另外一篇 好这篇章说 不要提起了吧 他说我想生命有分贵贱 至于值不值得被爱的 这类小问题就不要提起了吧 像烧麦的鸭肝肉脚 像汉堡的小汉堡 向生命的人出力在一望无际的盘子里 我想帽子有分大小 至于里面装的是头还是铃钱 这类小问题就不要提了吧 为什么帽子里面要装头还是铃钱呢 好装头就戴在头上 装铃钱就是乞讨了 对这是我自己解读的观点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而你自己会解读到属于你自己的 好那我分享另外一段 就是这本书的片名 如果上帝有玩Tinder 他说我最近惨到决定加入上帝好了 我传讯给Tinder之友 传完立刻后悔 不够放 不够表达我的绝望 我最近惨到决定加上帝的赖好了 在Tinder上一开口就要赖犯了许多下蛙的大忌 当亚当吃了智慧之国的下场 则是知诈骗 世界上直接留赖账号 八九不离十 另外那一点五也很难相信 是什么好运 上帝动动手指 这人上天堂 那人下地狱 Tinder的逻辑复杂一点 左滑dislike 右滑like 上滑superlike Oh my God 上帝叫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连续两个人 他都想送上天堂 上滑上滑难得的是 立刻跳出要他付费的页面 上帝没有配的概念 他只知道无偿奉献 上帝手滑了好几次 也难得了好几次 每次都耐心等待24小时 终于在第六天 掌握这个APP的秘诀 左滑右滑 不要连续上滑上滑 于是他又等待了一天 著名的休息日 不约不聊色 也无法让人上天堂 上帝的自戒如是说 免费用户 每天有一个额度的superlike 要给谁好呢 这对上帝而言 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困难的是 怎么样在健身照 猫狗照 和各种PS过的照片中 找到一个基督徒 对然后延伸他下面就 这篇诗集特别特别长 所以留给大家来阅读的时候 把这一个篇章读过一次 在这本书 这本诗集里面很有 蛮多有感觉的天明 好 分享这一段 这是L型沙发 他的身体前傾 即使不是攻击的知识 也是有话要说 我也说话语速相当 萧求守在远方 沙发那么舒服 话题一来一往 身体折否 我听着我的表演 我听着我的放弃 好 如果上帝有玩听的 好 作者呢 作者是王天宽 他说他家坐北朝南 现在住在宜兰 文字工作者 写诗写文写小说写剧本 在文类和风格中换党 难以界定 认同为基 退离不出一个精确身份 好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我介绍 都很像一个诗 都很像诗 好 与大家分享 如果上帝有玩听的 有玩听的 所以你玩过交友软体吗 如果玩过 欢迎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 紧急要介绍下一本书了 下一本书是 街头的药庄龙头 然后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多久去一次驱城市呢 驱城市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 比较没有什么美妆消费习惯 所以可能 三四个月或半年才会去 路过才会路过 进去一次这样 可能对有些女性朋友 就会常常去哦 就包括可能买一些卫生用品 或者是一些美妆的简单的化妆品 然后可是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驱城市现在面对到很大的挑战 包括现在包括哪些呢 有像康四美啊 或者这些很多药妆品牌 都陆续成为竞争对手 那么这样的驱城市 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 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本书要介绍到驱城市呢 好这家企业呢 我在今天阅读才知道 它是一家百年企业 而且是一个超大的百年企业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本书的介绍 好这本书是驱城市的专书 从头到尾揭露这个药庄零售巨人的秘密 好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包括康四美啊 日药本铺啊松本青夹吉下 他如何持续拥有领先的地位呢 好他其实已经有将近180年以上的历史了 我在今天阅读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有这么这么长的历史 他创办于1841年 由彼得扬汉亚历三大安德信两位医生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随着英军登陆香港岛 然后进而搭建临时棚屋作为诊所 提供药商船水手或士兵诊疗服务和民生用品 而这就是屈城市药庄的开端 180年后 这家大企业服务的视角已经到达27个国家 遍布世界各角落 所以他们不只经过这个世界大战 还经过辛亥革命 寒战冷战 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 而这家药庄大企业如何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弹性 甚至他如何强化自己的企业体质 而没有在这180年过程当中就被历史淹没掉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180年当中 有很多大型企业都陆续消失或者是不见了 所以当时他说他成立在1841年 在香港港边先用棚屋的方式 贩售成药 然后紧接着因为那时候鸦片盛行 因为鸦片盛行开始他们就决定要卖一个叫做戒烟的药 然后同时零售汽水冰淇淋 后来成为东亚地区的药庄领导品牌 版图甚至扩展到欧洲 而现在是全球国际性的药庄零售龙头 所以这是一本关于屈神式整体性 如果你想要对这企业整体架构有更多细节和了解 甚至了解他是如何运用策略来跨国际的办法 那么他可以作为一本书的参考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书在探讨一些包括什么亚马逊 脸书这些新兴科技产业 然后甚至还包括沃尔玛等等 可是像这个屈神式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就在你家附近 可能就在街角的角落的商店 其实也拥有了百年的历史 这是我相信应该如果你今天知道也还蛮颠覆的 对我而言真的很颠覆 因为我过去真的完全不知道 这家企业是百年的企业 好那紧急要介绍下一本书 那介绍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离家在外 你会想回到老家吗 或者你因为工作关系来到了都市 你会不会有一天想回你的老家去发展工作的机会 或者透过在家工作就在老家工作呢 如果会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加一 如果没有想要回去 请在下面留言加二 好无论你要回去或不回去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原因 我们紧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掌心里的京都 掌心里的京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介绍 好这本书的作者 他叫做免死丽莎 初到十五年 为家乡而写的一封情书 他十七岁的时候就赢得了文艺赏 未满二十岁 甚至用欠插的背影荣获借穿奖 实称文坛少女偶像 至今人士历史上就被记录起来 最年轻的文艺赏和借穿奖的得主 哇非常厉害哦 出道多年 作品多数在反映自己独居生活 东京都会女性的故事 可事实上呢 好这个免死丽莎出生历史悠久京都 高中时代都是和家人同住 而掌心里的京都 就是首度以家乡京都为舞台背景的作品 好那这本书 谈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里面介绍了三姐妹 在京都长大三姐妹 她们一心向往离开家乡 可是一旦离开之后 又想要回到原来的老家 好我分享其中一段 她说自从母亲宣布 从祖父身份退休 奥泽家的三姐妹 开始轮值做晚餐 有时精心炖煮牛肉烩饭 有时随性做路口 路边摊口味的炒面 三个女孩热闹共同享用一个餐桌 老妖 打算毕业后就离家求职 胜吃欲飞的心不是因为向往远方 而是生怕自己再不离开 就会太流念于家乡 所以后来他们陆续因着自己的梦想 一个为爱情 一个为职场 一个为离家 离开了 可总在齐聚一堂的时候 更明白离别即将到来 谁家说所谓的京都人 一旦动了离开念头 内心都隐约知道 终有一天会被这个像群山 捧在掌心的奇妙城市 召唤回来 无论是20岁的青涩堂皇 或30岁的故作勇敢 好那在这一段 人生里程的冒险当中 最终老家会把他们 一一的心找回来 所以你会 你心中是否有一座 时时想回去的老家乡呢 以及想离开又恋恋不舍的家呢 一个想离一个不想离 而对你而言 你自己会不会想回去呢 好这是一本小说 掌心里的京都 谈到三姐妹的故事 来谈谈 他们对家的观点 体验以及离开之后 又如何想家的故事 想家故事 好那紧接要准备介绍下一本书了 在介绍下一本书的同时呢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是 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呢 你喜欢玩什么手游呢 你喜欢玩桌游吗 还是你喜欢玩的是各种 人和人互动的游戏体验呢 就像有人喜欢玩破冰 就可能是用各种道具 用扑克牌 或各种方法来进行游戏的做法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 紧接要介绍这本书 非常非常的厚实 我们拿旁边刚刚那本书来相比 他只有他的 就是他非常大 简单来说他就非常厚 应该是一般的书的三倍 好那这本书是一本很厉害书 直接就介绍游戏设计的艺术 整个游戏设计的观点 在这本书里面 很完整的告诉你该如何设计游戏 所以紧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介绍 他说从纸牌旗子桌游电玩到现在 很流行的实境游戏 应该有些人玩之前玩宝可梦 实境游戏 好那游戏只是人们生活当中休闲玩学习玩 甚至工作场合都在玩 谈如何游戏化 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呢 而我们为什么会沉迷在游戏当中呢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有的游戏让我们玩得无法自拔 有的却让我们兴趣缺缺 好那这本书就讲 设计游戏的技术 从他提到说 玩家玩游戏的目的是为了享受 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快感 提升这个游戏的精神韧性 所以人们为什么投入在游戏 想要破关 不是单纯只是玩而已 所以游戏要擅长三个领域 分别是心理学 人类学和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 然后甚至呢 他也提到说 如何让游戏变得更黏着 更有意思 他要起个切入点 包括要帮助玩家培养友谊 然后第二个甚至在当中会有冲突性产生 冲突性产生指的是 这个同样的观点会有不同的立场 进而产生冲突 有人认为应该这样玩 有的人认为那样玩 每个人有不同的自己的游戏组合 达成自己最优胜的胜利方式和目标 然后甚至要创造 每个人在这当中的财产性 就每个人要在当中有所贡献 觉得他拥有这里面的宝物 或者拥有这里面的权力和权限 然后甚至呢 能够举办社群性的活动 让大家对这个组织的认同度 能够更高一点 好那既然谈到游戏 我们紧接下来玩游戏哦 用线上玩游戏 而我们今天玩的是颜色游戏 好那玩什么游戏呢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请试着在留言区写下 你房间中目前看到的所有红色物品 我将计时30秒时间写越多越好 写越多越好 请在留言区看到一个就写一个 看到一个就写一个 看你30秒能够找到多少个 好那么我们就计时开始咯 开始 试着在留言区写越多越好 现在已经经过了5秒钟的时间 我们要来竞赛 看谁能够在这短时间内 找到你房间中最多的红色物品 最多红色物品 现在经过了15秒的时间 在你房间红色 像我眼前红色就红色的书 红色的桌面 红色的红包 红色的这个叫做浇水 红色的浇水 红色的指示灯 所以红色有哪些呢 好时间到 不知道你写了多少呢 试着为自己计算一下 看你在这30秒时间找到多少 其实这不只是在考验你找东线能力 还在考验你打字的速度 有人打字够快就能够找得更多 找了不够快就找了不够多 然后当然你写下你有多少 看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 看谁找到最多东西呢 好那紧接我们要挑战下一个游戏了 下游戏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关卡 这关卡就是看着这个字 然后念出它的颜色 不念文字 好 例如像这个叫红色 然后叫黑色 绿色 蓝色 好 请试着把上面的所有颜色 用你的嘴巴念完一次 念完之后 请在留言区写完成 我们看谁能够顺利的把这些字念完 好 我们开始竞赛 好 我相信应该有人已经顺利完成了 这个游戏了 好 陆续越来越多人完成了 那紧接着我们要挑战正式比赛了 这个有人说 这么简单 有什么好玩的 好 我们先来玩个初阶的 初阶的颜色变色赛 好 那么紧接这个颜色变色赛 请试着一样 待会一样是念颜色 不念文字 能够顺利念完之后 请在留言区写下完成 好 那我们要准备 开始 请念出颜色 不念文字 例如第一个是黄色 第二个是红色 依此类推 开始 顺利念完并且没有念错的 就在校园区写完成 如果念错就要从头来过 念错就从头来过 好 应该陆续有同学已经完成了哦 好 应该越来越多人完成了 好 有人说啊 这个这么简单 好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 能够训练你大脑 做逻辑思辨的一个 很快的切换角度 逻辑思辨 好 那紧接我们要来玩 进行进阶了哦 好 进阶 待会一样是念 文字上面的颜色 文字上面颜色哦 不要念文字的字本身 也不要念文字外面的颜色 好 例如下面这个 你要念是蓝色 红色 黄色 黑色 好 开始 竞赛开始 请念出颜色 不念文字 完成后请在留言区 写下完成 这个题目会稍难一点哦 我也试着挑战看看 黄色 红色 哎 我看我第一个就错了 不是黄色 蓝色 红色 黄色 黑色 蓝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黑色 棕色 棕色 中色 绿色 中色 绿色 蓝色 红色 好 我念完了 完成后就打完成 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陆续完成了哦 所以应该有一些人是很厉害 一开始就马上顺利破关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型游戏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游戏蛮有意思的 很好玩 好 我们晚一点会把这样的图片贴在留言区 也鼓励你把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 透过分享带你的孩子跟着我们一起玩游戏 所以这是在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游戏设计的艺术 这本书很内容非常完整非常架构 然后同时我觉得算蛮经典的 我应该会好好把它做一下笔记的整理 因为我现在其实陆续也开始整理自己的知识数 然后每天平均会整理一到两本以上 可是整理知识数其实很花时间 因为平均一本书要整理一到两个小时 可是其实一旦整理完 那个收获就会非常大 好 那也很高兴在今天与大家介绍这么多精彩内容 所以今天的好书你喜欢哪一本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喜欢今天的哪一本书 你想你喜欢今天哪一本书 然后来鼓励你可以透过我们所介绍好书 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网路书店逛逛看看了解 然后但或许其中有一本就是能够解答你现在生命的问题 并且为你人生的难题找出解方的一本好书 再次感谢大家今晚参与 也期待下一次的学习再见 晚安 拜拜 晚安 我们来播个下课钟 我们下课咯 也希望大家为我们内容按赞 同时让更多人一起参与线上学习 透过这样的阅读人讲重点 线上读书会 让我们把阅读的影响力发扬出去 晚安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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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